玉里镇有很多旧社区狭小 巷弄多 玉里镇公所是依照全国统一救灾安全 规划了八个礼要划设红线 不过目前因为反弹声浪大 镇公所先喊暂停 民众表示如果有需要划设红线 就要有停车的配套 不能忽略居民的生活空间 玉里镇近日有多条5到7公尺 巷弄被划红线标上消防通道 双边禁停 引起了民众反弹 民众的矛头指向玉里镇公所 评估原则是交通部运研所 韩班规定据全国统一性 引用没有问题 但是在执行时包括 路宽认定基准等都出现了争议 会尽速召集道路主管机关等单位 开会协调取得共识 这一次玉里镇消防通道的划设 引起不少的反弹 这一次就是我们花莲县政府 已经决定3月22号下个礼拜一 在消防局开针对这一次的消防通道的设施的改善研讨 玉里镇有很多旧社区狭小巷弄多 玉里镇公所依照全国统一旧灾安全 规划8个礼要划设红线 不过目前因为反弹声浪太大了 镇公所先喊暂停 民众表示如果有需要划设红线 要有停车的配套 不能忽略居民的生活空间 记者高中双玉镇采访报道